事情是这样的 听说有人想看我男朋友参加手战考试 那我必须要拍上 那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手战考试 绝杂入门卷 考验一下你平时有没有认真的看我的视频 行接受挑战 OK那我们就开始哦 第一题选择题以下哪个图案是肉球 第一题就这么简单以我的直觉选B OK那以下哪个图案不属于提拉多 排除法 选出画风不一样的我选D 接下来是填空题 补权以下手战IP的名称 第一个这个我还是会的 什么 小马属 然后第二个这个先跳过 第三个折耳 这个好像也有点难度的先跳过 第四个叫什么什么解 也没怎么听过 不过第五个我是会的 什么 诶我刚想说填百灵大王会成立 不会这一道题词天出一个小马属吧 算了先打第二题吧 行那就根据拼音写出对应的手杖相关识语 第一个很简单的手杖 但是杖是这个杖吗 交代这个也很简单 估卡 梨行指 好像没怎么听过 是不是像梨形状的指呢 你能不能给点小提示 梨子的梨还是梨开的梨 我不如帮你把下面的给填了吧 是这个吗 嗯 你记咧 不知道呢 第三题流线题 将下列交代突然以及对应的IP连接起来 我刚才想说 下面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填空题的一些提示 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 不过跟上面绝补重复 一点后门都不给我说是吧 只能靠我一些常识来连牙牙 先看一下对 但是我发现好像四个都没什么牙的样子 第二个 那又找一个比较像布丁的 好像第二个胖胖的像布丁 那我就先连那个多多酱 跟这个阿玛丽丽丝好像都没什么特点 因为牙牙好像第一个露出了一点点牙 那我就选这个吧 然后这两个 不可能四条直线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交叉吧 OK 最后一题 求生欲提 对了加10分 错了倒扣100 写出你最喜欢的手杖博主的名字 注意 有唯一的正确答案 写错就 那我只能填上我唯一认识的手杖博主 那么是谁呢 那么是谁呢 该不会 该不会是阿杜吧 该不会是我吧 所以这题怎么解决 奶盖 其实我想把一些经常会出现的词填进去 比如 奶盖大王 比如百灵姐姐 然后什么大王呢 卓大王 这个我记得记得了 然后哲耳 哲耳什么呢 哲耳妹妹吧 怎么剪呢 看一下肉眼能及的 随便挑一个叫做 剪刀姐吧 剪是怎么写的 剪真的不会写 写冰好了 打完了 那就来看下一期 期待他们拿多少色啦 我看下来看 我看下来看